做到时候传图表也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去想一下怎么来做 在这里 叫设置它的这个 indicate 就是这个指示器 这个indicate是谁呢 所以这些 这些结构我们要很清楚 indicate是不是就它呀 就这一块 那这整个叫什么 又忘了名字了 type widget type widget 这每一块叫indicate indicate 这下面叫什么呢 叫content 所以我们在setindicate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设置这个值之外 还可以设一个zoible这样一个对象 还可以设一个zoible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zoible这个对象 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去设定呢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get resource 我们照旧嘛 get resource里面 我们记得有getzoible 这些方式 那么你就可以给它去设定 比方说我们 我们说我们系统里面有哪些呢 有一个 这也有图标了 系统里面 但你可以用自己去画的 可以用自己去画的 系统里面的 我用 找一些 IC开头的 比方说 email 这个是IC大了 看看有没有IC 这些 top相关的 帮助 他用的哪个 是秘书 看看他用的哪个 有ICTable吗 不是在做Web 里面的吧 这个不是系统的 这是他自己的 这个里面没有ICTable ICTable 艺术啊什么的 随便用一个吧 就用email吧 那么我把它 放进来就行 同理 第二个 好我们看一下效果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重点来看一下 他这里面有哪些事件 对不对 用unchild的title请击的 实际上就是子元素的一个改变被点中 内容改变被搜索的内容改变 这两个会比较有用一点 OK 这就是我们把图标给加上了 这就是我们把图标加上了 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unchildtitle 轻击的 这个我的猜测 我的猜测 是childtitle 应该是这块子的 子元素的这个title 这样子我们还是来看个图标 我们帮助吧 uncontent清解 这个容易去理解 应该是 这个就表示content清解 这个就 这个每次切换就叫content清解 这个容易去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方 按type清解 类似的 这个还是他封装的 应该查那个type activity 实际上这个类似还蛮多的 它能进去了 更新屏幕状态 当内容改变的时候 更新屏幕的状态 unchildtitle清解 还有一个untype清解 这是比较重要的 OK 这个我们重点 这两个方法 我们其实用的到处不多 我们重点是研究一下 untype清解就可以了 就直接这用吧 typehost setuntype changelistener 就让它实现当前 我们让当前类来实现 这样一个接口 继继续 继续按type的change 改变到哪个 我们把它打出来就行了 改变了哪个 这个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看一下效果 type 2 type 2 type 1 注意它打的时候 是不是打的名称 而不是打的 这项的一个title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 好 那么这个type 我们就讲到这里 它是直接基于我们的group view 去实现的一个复合空间 就是我们的 那么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你来做 你会怎么样去做 而且这个不是我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type activity 里面自己带的就有我们的type组件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想了解一下 它这个界面结构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hierarchy 来看一下 我们来证实一下 跟我们猜想一样 我们刚刚看 至少看帮助文档 我的猜想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们的那个type host type host上面有个lena layout lena layout lena layout里面 又有一个我们的这个type widget type widget下面又是一个frame layout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看 果然跟我们猜的差不多的 fame layout下面有个type host type host下面有个lena layout lena layout下面就分两块了 一块是这边 有一个type widget 然后再下面是一个frame layout 等等 这个跟我们猜想大致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就要知道 它这里面每一个组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它的id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没有 它的id是叫type host 这个叫type host 那我们那个type widget叫什么呢 叫types 在这里 放了一个什么 这个啊 有了这个 那样的机会 我怎么会放的呢 但是我们的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是在这个地方 dick view在这儿 那个dick view无所谓的 根的这个这个是dick view 而且activity dick view是它自动生成的一个frame layout 所以这个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无所谓的 它这个dick view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它里头有activity 所以每一个activity 它会自动的去生成它的dick view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通过这个 你也可以看得出 你看到这个 我们就知道 它里头又加载reddick 好 那好 我们的这个空间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一口气讲了 一二三四五 五个重量级的主件 先笑话一下 走 休息一下 OK 刚刚跟我们的面试学员 在讨论 expandable list review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的child 为什么要有两个list 里面那个list 是每个group下面的那个childlist 外面那个list 是跟我们grouplist所对应 一一对应的这样一个list 还有顺便说一下 真正的在商业应用中 我们不会直接用那个 simple 没有必要直接用 simple expandable的adapter 因为实际力不是特别大 我们也是像我们以前 讲elitherville一样 讲spinner一样 我们去自定一个 自己的adapter 然后自定一个 自己的数据结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这个hysmap了 实际力不大 我们要实打实的 这样的一些对象 这样的方式 这里有一个 接着我们刚刚组件 继续讲 那么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webview 这样的一个组件 对不对 这个组件的话 我个人觉得 没有太大的讲头 原因不是因为它太简单 而是因为这个组件 你要会用到它 把它用起来 很简单 但你要把它真正的掌握 和用好 可能比利斯的view 这些都负担很多 因为webview 它说白了 它又要牵扯到 我们的library那层去了 它的核心是用到了 我们的一套浏览器 已经叫webpid 也是开源的 所以包括我们要去研究 它对html的支持 GS的支持 它是否支持flash 它是否要支持html5 都在这个类裤里面 你看我们好多东西 都用到各种各样的类裤 什么我们后面讲的 Machimedia 也要用到分控 等等等等 而事实上这个webview 你要把它用起来 是非常简单的 随便给大家看一下 随便找一个 你要拖一个webview上来 就可以看到效果 你得设置一个属性 肯定就是设置网址了 设置网址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属性 在这里还没有 那还要动态的去摄 那我这里有 我简单的去 那我就这样子 动态给大家看一下 行吧 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 我们在这定一个webview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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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我们再猜一下 反正跟这类相近的词 还有哪些 漏的 有个漏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到时候 你自己输一个百度进去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就不演示了 它就这个浏览器的这个容器的效果 就自然而然加起来了 这个组件呢 我说了 实际上它的内含非常多 如果真的要讲这个组件 要跟大家去剖析原来吗 一层能去剖析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做过的讲解 将来大家在做浏览器应用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是说 你要去实现一个什么 实现一个我们手机上的web UC web这样的浏览器程序 你不是做这个 你就没有必要深度去研究它 无非就是偶尔说 我们用到它去访问一些网址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大家用到很深度的应用的时候 再花时间去研究它 那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了 包括后面我要跟大家讲的 什么Matthew VideoView和MatthewController 也是这个道理 不过还好 这两块的话 在后面我们讲Matthew的时候 会讲到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深度的去应用它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要用起来 实现一个初步的播放视频 这个效果非常简单 就给它set一个video地址 然后运行一下它的start开始 把它们进行绑定 然后它就可以动态来控制它 就可以来控制它 但真正你要把用好 就不是这样用的了 好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另外一个部分 Image和Matthew这一块 那么Image ImageView我们已经用过了 说白了 就是一个图片显示的空间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图片按钮空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直接来用吧 这两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是Button的 一个我们不非就看一下它的继承关系 如果是你来实现的 你会怎么去做 就是ImageView 它是直接继承于View来写的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实际上它除了直接继承的View 如果你想偷懒 是不是也可以继承于TextView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个 比方将来写个SandyImageView 都可以 但是真的在写自定ImageView的时候 我们还不如直接继承它 我们再看一下ImageButton 它是继承于ImageView来写的 这个就让我们联想到什么 Button是继承于TextView的 对吧 这种继承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了 猜都能猜到 肯定重要的封装 肯定是在这个里面 ImageButton里的封装的东西 肯定不多 这个下来自己去看一下原代码 好 那么就用到它的SRC 用到ImageView的话 它有个属性 有一个SRC 这个属性被ImageButton给继承了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动态代码 SetImageSource来实现 那我们来试一下 随便放一个 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用过了 ImageView对吧 那我们再直接用一下ImageButton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在这里 有点有意思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找个什么 有意思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呢 我找一个图片吧 找这三个图片 放这 放到我这个项目里头 好 这有三张图片 一个是普通的情况 一个是 被点中的情况 一个是选中的情况 点中和选中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要清楚啊 我在我们的FormWidget上面 我放一个 这个我就不要了 webview 我也不要了 我放一个什么呢 ImageView 用Normal 我再放一个 ImageButton 还是用它 Normal 看到没有 有区别了吧 为什么我们ImageView 放上来 它直接就透明了 当然我们说了 如果你想实现 点击效果 你可以通过Select 自己来实现一个 类似于这种 这种按钮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我们用ImageView也可以 因为它本身 也有OnClick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更希望 能够用到Button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Button 怎么把它这个颜色 给消掉呢 之前有 之前咱们 我忘了是